六十集 总参谋长说 请附述你们谈话的全部内容 不要漏掉任何能想起来的细节 每个字都很重要 然后特别小组的所有人都悄然退出 最后离开的是一位工程师 他告诫成心 屏蔽室的墙上都是带电的 千万不能触碰 然后 房间里就只剩下了成心一个人 他在小桌前坐下 开始复述 他记住的一切 一个小时十分钟后 他完成了 喝了一点水和牛奶 稍稍休息了一会儿 就开始第二遍复述 然后是第三遍 在第四遍复述时 他被要求 从后向前回忆 第五遍 则是在一个心理学家小组的陪同下进行的 他们用某种药物 使成心处于半催眠状态 他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 不知不觉间 六个多小时过去了 复述最后完成时 特别小组的人 又拥进了屏蔽室 这时 他们才同成心 握手 拥抱 在机动中热泪盈眶 说他卓越地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工程 但是成心 仍处于记忆机器的麻木状态中 直到成心深处太空电梯的舒适的返回舱中 大脑里的记忆机器才关上 他又变回了一个女人 极度的疲惫 可情感的浪潮 同时淹没了他 面对下方越来越近的蓝色地球 他哭了 这时 他的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声音 在反复地回答 我们的星星 我们的星星 与此同时 在下方三万多千米的地面上 质子的别墅 在一团火焰中 化为了灰烬 同时烧毁的 还有那个作为质子化身的机器人 在此之前 他向世界宣布 太阳系中的质子将全部撤离 人们对质子的话将信将疑 有可能离开的 只是这个机器人而已 还有少量的质子 长期驻留在太阳系和地球上 但也可能 他说的是实情 因为质子是宝贵的资源 残存的三体文明处于兴建状态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无法制造新的质子 而监视太阳系和地球 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如果舰队进入质子盲区 就可能丢失处于太阳系中的质子 如果是后一种情况 则意味着 三体和地球 这两个世界 彻底断绝了联系 再次成为宇宇宙中的陌路人 长达三个世纪的战争和恩怨 都已成为了宇宙间的过眼烟云 他们即使真如质子所说的 有缘再相遇 也是很遥远的 未来的事了 但是 两个世界都不知道 自己还有没有未来 广播纪元七年 云天明的童话 IDC情报解读委员会的 第一次会议 也是在质子屏蔽室中 召开的 虽然多数人倾向于认为 质子已经消失 太阳系和地球 都是干净的了 但还是采取了 这个保密措施 主要是考虑到 万一质子仍然存在 可能会威胁到 云天明的安全 日前对公众发布的 只是云天明与诚心的对话 而云天明传递的情报主体 哪三个童话故事 仍处于绝对保密状态 在透明的现代社会 从舰队国际和联合国层面上 对如此重大的信息 向全世界保密 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 但是各国 还是很快就此达成了一致 因为 如果这些情报主体被公布 可能会出现全世界的 解读热潮 这可能危及到 云天明的安全 云天明的安全 如此的重要 并不仅仅是为他个人考虑 目前 他仍然是唯一的一个 身处外星社会 并深入星际的人 未来 他的重要性不可取代 同时 对于云天明情报的保密解读 标志着 联合国的权力和行动能力的 进一步增强 使其向真正的世界政府 又迈进了一步 这间屏蔽室 比诚心在太空中用过的那间 要宽敞一些 但是 作为会议室 仍然很狭窄 目前建立的屏蔽立场 只能在有限的空间体积内 保持均匀 体积增大 立场就会产生激变 失去屏蔽作用 这次余会的 有三十多人 除了诚心 还有两个公园人 他们是曾经的 执剑人候选人中的两位 分别是 加速器工程师 碧云峰 和物理学家 曹斌 屏蔽室中的所有人 都穿着连体的 高压防护服 因为 这里的金属墙壁都带电 需要防止内部人员意外出碰 特别是要求 参会人员都要戴上防护手套 以防有人习惯性地点击墙壁 试图激活信息窗口 在屏蔽立场中 任何电子设备 都不能运行 所以 室内没有任何的信息窗口 为了保持立场的均匀 这里的陈设 尽可能地减少了 只有座椅 连会议桌都没有摆放 迂会者们穿的防护服 原本是电业工人 在高压作业时穿的 在简陋的金属房间中 这一群人 倒像是古代的工厂车间 在开搬前会 对于简陋和拥挤 以及空气中的静电 带来的刺鼻味道 和皮肤的不适 迂会者没有人抱怨 近三个世纪 一直在质子的监视下生活 现在 突然脱离了异世界的偷窥 屏蔽世中的人们 都有种前所未有的解脱感 质子屏蔽技术 是在大移民结束后不久实现的 据说 第一批进入屏蔽室的人 全都患上了一种屏蔽综合症 他们像喝醉酒一样 特别的多话 无所顾忌地向身边的人 倾诉自己的隐私 有一名记者 用诗意的语言 形容过这个现象 在这个狭窄的天堂 人们敞开了心扉 我们对视的目光 不再含蓄 IDC 是舰队国际 和联合国行星防御理事会 共同组建的机构 其使命 是解读云天明 传递的情报 它按照不同的学科和专业 分为了25个小组 这次迂会的 并不是专业科学家 而是各个小组的负责人 也就是IDC的委员 IDC主席 首先代表舰队国际和联合国 向云天明和诚心 表达了敬意 他称 云天明为人类历史上最英勇的战士 说他是第一个在外星世界成功生存的人类 在敌人的心脏 在那难以想象的环境中 他孤军奋战 给危难中的地球文明 带来了希望 而成心 而成心 则是以勇气和智慧 冒着生命危险 成功地接收了来自云天明的情报 这时 成心 小声 向主席请求发言 他站起身 环视了一圈会场 各位 眼前的一切 都是阶梯计划的最终成果 这个计划 与一个人是分不开的 在三个世纪前 正是因为他的坚持 并用果敢的领导能力 和卓越的创造力 使阶梯计划克服了重重困难 得以实现 这个人 就是时任行星防御理事会 战略情报局局长的 托马斯威的 我认为 我们也应该向他 表示敬意 会场 沉默了 对诚心的提议 没有人表示赞同 中国是诗坑幻 三天三天 三天 正在播出 刘子欣援助 清雪制播 企鹅 Adam出品 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 维德 是公元世纪 黑暗人性的象征 是眼前这个 险些被他杀掉的 美丽的女性的反面 一想到他 总是令人 不寒而栗 朱熹本人 是PIA的现任局长 也是威德 在三个世纪后的 继承者 他 没有对诚心的话 做出回应 而是继续了 会议的议程 对于情报的解读 委员会有一个 基本的原则和希望 情报不可能提供 任何具体的技术信息 但却有可能指明 正确的研究方向 对包括光速宇航 和宇宙安全声明 在内的未知技术 提供一个正确的 理论概念 如果做到这一点 就为人类世界 带来了巨大的希望 我们得到的情报 分为两大部分 一部分 是云天明与诚心博士的对话 另一部分 是他讲的三个故事 初步分析认为 重要的信息 都隐藏在 那三个故事当中 对话部分 可共解读的东西 并不多 由于以后 我们的注意力 不会放在对话部分 在这里 先把从对话中 已经得到的信息 总结一下 首先 我们得知 为了这次情报传递 云天明做了长期 大量的准备工作 他创作了上百个 童话故事 包含了情报的 这三个故事 就混杂在 这些故事当中 他通过讲述 和出版选集的方式 使三体世界 熟悉这些故事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很不容易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 这三个故事 所隐含的信息 没有被识破 那么以后 敌人也会认为 这些故事 是安全的 但即使这样 云天明 还是给三个故事 加上了 另一道保险 说到这里时 主席转向 诚心 我想提一个问题 真像云天明 说的那样 你们在童年时 就认识吗 诚心摇摇头 不 我们只是大学同学 他与我 确实都来自 同一个城市 但我们的小学和中学 都不是同一所学校 大学之前 我们肯定不认识 这个王八蛋 他这么撒谎 想要诚心的命吗 坐在诚心旁边的 爱AA 大叫了起来 引来了众人 不满的侧目 他 不是IDC的委员 是作为诚心的顾问和助理 参加会议的 这 也是由于诚心的坚持 AA 在天文学上 曾经有所建树 但在这里 他的资历 显然太浅 受到了所有人的轻视 人们都认为 诚心应该有一个 更称职的技术顾问 甚至 连诚心本人 也常常忘了 AA 曾经是一名科学家 一名PLA官员 回复了AA的抗议 这么做的危险性 其实并不大 他们的童年时代 在危机纪元前 那时 质子还没有到达地球 当时的他们 也不可能是质子的 探测对象 可后来他们会查 公元世纪留下来的资料 现在要查到危机纪元前 两个孩子的资料 谈何容易 即使查到了当时的户籍 或学籍记录什么的 知道他们俩中学和小学 都不在同一所学校 也不能证明那时 他们就不相识 还有一点你没想到 PLA官员 毫不掩饰 对AA缺乏专业素质的轻蔑 云天明是可以动用质子的 他肯定先试着查询过 主席接着又补充道 这个冒险是必要的 云天明把三个故事的作者 换成了诚心 这就进一步使敌人 确信了这些故事的安全性 所以 在讲述的一个多小时过程中 黄灯一次都没有亮 后来还发现 其实在故事全部讲完时 质子限定的会面时间 已经过去了四分钟 为了让云天明把最后一个故事讲完 监听者善解人意地 把会面时间总共延长了六分钟 这就说明 他们对这些故事 已经没有解心了 云天明这么做 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 他借此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 三个故事中 隐藏着情报 至于从对话中能够解读的其他信息 不是太多 我们一直认为 云天明最后的那句话 比较重要 主席说着 右手在空中比活了一下 这是个习惯性动作 试图点开全息信息窗口 发现做不到后 他就自己说出了那句话 那我们约定一个相会的地点吧 除了地球 再约另一个地方 银河系中的另一个地方 这句话 可能的含义有两个 第一 他暗示 自己不可能返回太阳系了 第二 主席停了一下 又挥了一下手 这次 像是要赶走什么东西 其实并不重要 我们继续下面的吧 会议室中的空气 有些凝重了 人们心里都清楚这句话的 第二个含义 那就是 云天明对地球避免打击 生存下来 没有信心 工作人员 开始在会场 分发文件 文件 是蓝色封面 只有编号 没有题目 在这个时代 纸质文件 已经很罕见了 各位请注意 文件只能在这里阅读 不能带出回忆室 也不能做记录 它的内容 在场的人 大多数都是第一次接触 现在 让我们一起 把它读一遍吧 会场 静了下来 人们都开始认真地阅读 这三个 可能拯救 人类文明的 童话 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